我们就说312这个2 312这个2是什么呢 就是以两条腿为主的体育锻炼 根据我们最近这两年的研究的结果 发现对于老年同志 要做什么样的体育锻炼 我们都不限制 但是最好大家 我们建议大家就做下蹲的动作 因为这个下蹲这个动作 不受场地的限制 而且您自己容易掌握 根据您的体力各种情况可以掌握 那么现在我们请大家看看演示 到底一个具体的 应该怎么样比较标准的方法 在做下蹲动作的时候 您把两条腿的分开 与肩同宽 全身要不要太紧张 特别是您的腰部放松 这样的话呢 您可以自由地下蹲 您看我喊1的时候您就下蹲 我喊2的时候您就再站起来就行了 好1 2 1 2 如果咱们老同志实在体力不行的 也可以别人帮忙 也可以呢 您借助了暖气啊 桌子啊 床栏杆啊 您扶着 然后下蹲 同样的有效 但是呢 您这个动作逐渐的加强 逐渐的脱离了这些辅助的器具 这样的话 时间日久天长了 您就感觉到您的体力 一天比一天旺盛 总体来说 我们这个312经络锻炼法 三个穴位 第一个穴位是颌骨穴 它是管上肢和头面的 第二个穴位 内观穴 通过心包经管胸腔 心脏和肺脏 第三个穴位 足三里穴 它管全身五脏六腑 还有下肢 也就是说 这三个穴位 能够打通全身的气血 腹式呼吸 能够锻炼您的腹部的九条经络 使您的先天和后天的精力充沛 体育锻炼 下蹲 二 主要的是 通过下蹲的动作 使您的全身的肌肉得到运动 特别是对于三大杀手 脑一腕 心梗和癌症 有预防的作用 这样我们通过三一二经络锻炼法 就能够使您 防病治病 精力充沛 体力旺盛 自然达到百岁健康 神经典的账 精神 继续炼法 继续炼法 继续炼法